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肥伯 為了博修士 上山下海什麼都做 今天上到大帽山 行大帽山有個好處 就是其實巴士 現在我在這個 中途休息點 544米高 其實巴士已經400多米 這樣已經看到 波波了 但是有個壞處 你會不停地看到那些車 走來走去 那你就會在心裡想 為什麼我不乘車上來呢 不知道能不能走到 總之目標大概是這批東西 今天天氣都不錯 而且看到這批東西是仰賞 走了587米 就大概以我看能 走了半個小時左右 就開始看到山的東西 雖然走到劇情的樣子 但相對真的比較容易走 因為始終全程行車路 心理陰影多過生理障礙 每個人都開車 為什麼要走呢 是牛啊 我看到牛啊 我看到牛啊 嘖 我不知道這間廢屋有什麼好影 但每個人都會拍照這間廢屋 每個人都會拍照這間廢屋 每個人都會看一看 好了 這裡開始就公平了 所有人都要下車走 現在是813米 這邊是元朗區 然後 這裡就是 青馬大橋 等等地方 什麼叫這摩近那麼遠 其實就是這裡 但是你要這樣 U型地走上去 加油 這裡是 860米 針對 我們已經是居上去的獅子山 曾經我爬過最高的地方 今天終於挑戰過它 終於我們千上萬歲,來到了始祖籍的說話面前,聽話,跟黨走 現在我們去到大帽山的旅達群 除了天文台的旅達群,其實天文台的旅達群也在這裡 而這個軍用的籃球場,如無意外,也是全香港最高的籃球場 我們再看一次,習主席的話語 感覺到黨的關懷 其實本來在雷達站打算放慢樂塔基 不過因為大風,以及軍用地區會否被人說 所以就放一格才放 好多的鍋子 那麼多的鍋子 好多的鍋子 因為這裡不是一格好 鍋子 看完習主席的話語感覺完黨的關懷之後 就是時候下山了 趁現在做個總結 首先 有很多牛屎 不知為何這裡的牛屎場位很好 一定是屎 第二樣 就是 其實很多Youtuber都教大家搭51號巴士 但他們每個都會說荃灣站上車 但我不建議這樣做 我建議大家去余心廣場總站上車 因為這樣才一定有位 而且因為它一個小時才一班車 那個位置是最好預時間的 走上來的時間 以我的體能2個小時 應該正常人的體能 就算是要玩一下 吃一下走一下 也差不多 即是來回4個小時 這裡拍日落是可以很漂亮的 待會我會看看能否拍到 所以大家自己預時間吧 其實就打算拍日落 但因為怕黑了之後 這條山路就比較黑一點 所以下回大帽山館鏡台才拍日落 現在先把照片補好 這個角度的藍天好漂亮 所以特地拍多東西 是不是大家很久沒有飛過飛機呢 所以現在拍一下飛機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航空 真的是國泰 終於說到觀景台拍日落 而且我還出動了 航拍機用兩部機拍 讓大家分享下日落 其實這裡才是大帽山觀景台 其實這裡才是大帽山觀景台 剛才已經拍完日落 用了所有的裝備來拍 雖然走到我死了 但認真說一句 是很容易走的 人類能夠走到的地步 正所謂But can do so can you 大家趁天氣好多點行山 感受一下大行的關懷 今天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留言、LIKE、SHARE 下個山再見 拜拜 拜拜